大家好, 长雨萍, 今天是9月19号, 919号日子啊 我们村子里面有两个人结婚, 一个是我堂哥的孩子在县中医院当医生 娶了一个姑娘, 我没介绍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小学初中同学周少祥 她是在红, 她那个前妻生的这个闺女大概已经, 我看着看样子 小学六年级应该是有了, 已经比较大了 她这个经历呢, 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她是我们这些同学里面最懂礼术的一个 就是走到村子里面见到这些长辈啊, 都问的特别好 我很小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些学习很好的, 就经常被父母批评说不懂礼术 周少祥就是特别, 长辈分平特别好的一个人 然后等到她那个毕业之后呢, 中专, 学了个什么绩效吧 然后很快就去, 这个东岭集团下属的一个练新厂去上班 东岭是我们保机首富, 李黑记先生创办的一个企业 这个新厂是练金属新的, 风险县曾经出了一个很大的事件 就是那个签中毒, 因为练新的时候那个煤炭里面有签 还是说那个新半生的有签 总之是当地的很多小孩就签中毒, 签超标 那个就检测出来之后, 整个风险县曾那一块的很多人都搬迁到风险县城了 事后当然看起来这个是丧事变成了好事 就是开启了整个风险县, 县城发展的一个序幕, 县城往西发展的一个序幕 然后那个长青园现在成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小区 朱少祥真的上了短时间班, 应该估计有个十年左右了 那个时候他可能有点躁动, 因为像上发展也很难, 但是挣钱也不多 但毕竟也是个稳定的工作, 当时跟他在一起的 还有我们小熊同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 叫杨晓东的 他们两个就是都在那个厂子 朱少祥就萌生了要去海外打工的这样一个想法 然后当时我碰到杨晓东的时候, 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去 他说, 我觉得不知道, 他觉得挣钱肯定是多一点 但是这个, 他觉得也很辛苦 而且这个, 去了之后也许会发生一些不可意料的事情 果不其然呢, 那个周少祥去日本待了三年没回来 他自己后来跟我讲大概挣了三十多万吧 不到四十万 比预期的要少 原因是日本这个劳动法规定的这个加班时间有限制 没有他们想象的多 他们其实是希望有很多加班的 没遇上加班的就没有挣了钱 回来之后很快就跟媳妇离婚了 我们觉得非常的诧异 有两种说法是媳妇在 他这个出国之前, 出国期间出轨了 这个当然我也不懂 另外一个就说可能还是他回来之后 他媳妇跟了别的男的怎么样 总之就是离婚了 离完婚, 因为这样一个在长辈心目当中 非常好的一个孩子出现了这么婚姻的一个变故 而且这么早的出现了这么一个变故 在我们这个当地还是一个比较 就是大家有点小轰动的事情 然后后来他在家里写了一段时间 考了个驾照 然后在本地的保险公司也做过 后来又从反这个老行吧 他又去这个兴奋酒厂去做了移民工人 他做工人这个经验还是有的 现在也做得不错 然后最近就又找了一个这样一个 在我们六营村的一个姑娘结婚了 看那姑娘长得还是比较憨厚的 我想象当中应该也会是一对比较圆满的这个 般配的这个夫妻吧 当然现在说这些东西也没用了 也谁结婚的时候不般配呢 那还是会离婚 只能我期望他们能够 好都都好吧 今天这个婚礼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 她那个女儿就是她跟前妻生的那个女儿 就自始至终在婚礼的正式场合没有出现 在最后的合影阶段出现了 然后那个司仪呢就说 大家把这个掌声献给这个小甜甜 我觉得这个全场的掌声其实很持久而且热烈 我觉得对那个姑娘来讲还是有点不公平 就是她爸结婚呢跟她没什么关系 最后才出了一个场 当然怎么去在农村这种情况下 因为毕竟再婚或者二婚 是大家一个寒算有点 从跟这个传统的这个婚礼官有所冲突的事情 在婚礼上怎么安排跟前妻所生的这个女儿 怎么出场或者孩子怎么出场 也是个难事 所以我也没什么意见 我只是提到了这么一个点 关于她婚礼的这个情况呢 我大概猜测 还是跟这个父母对她的这个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一般这个孩子特别懂礼术呢 都是父母管教的好 父母管教的好 他就越容易介入到人家那个辛红夫妇的生活当中去 两代人的这个家庭划分的界限越不清楚 产权越不明晰呢就是越容易出现问题 决策的这个人太多 然后就容易出现这个纠纷 所以我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分手 但是我从我的这个经历和观察 我猜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这个 我也没什么资格去指责人家了 我只是说如果有什么教训要吸取的话 那可能就是至少你要明确 你到底是跟谁生活 跟谁更长久的生活 然后怎么处理好这个 父母跟爱人之间的关系 怎么处理孩子跟这个 父母的关系 还有怎么处理钱 跟相夫妻陪伴的这种关系 总之都是 都是一个考验吧 所以今天就分享这么个故事 好 好 好